今天的央行不知道是加息了0.75%还是1% 如此的加息环境下大幅度的房价下跌 通胀是否已经鉴定房价还有多少下跌的空间呢 多伦多8月的数据市场到底比起5月6月和7月有着怎样的变化 而现在又是不是买房的好时机呢 大家好我是Sharon 这个视频的录制时间是在9月7加息之前 今天的加息势必会在心理上和实际上影响到各路卖家和卖家 现在的影响程度尚未知道 而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来讲讲刚刚过去的8月多伦多市场当中 到底数据是怎么样变化的 首先我们这里引入两个多伦多地产局使用的价格概念 第一个叫做的是Benchmark Price 标杆价格 指的是在特定模型价而计算处 在特定市场当中一个地区一个房型市场的一个基准价格 第二呢是Average Price 市场平均价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Benchmark Price 多伦多所有房型所有地区 8月的Benchmark Price为1124,600 7月份的时候呢是115.7万 基准价格下调了3.29万 比起6月的120.04.900 以及5月的126万 下降的速度呢在明显的放缓 从细分市场来说 独立屋为例 大家比较关心的约克区独立屋表现如下 Markcom独立屋 基准价格8月是177.74万 7月则为180.9万 6月是187万 5月则为198万 可以看出市场仍在缓慢的下降 但是幅度呢已经逐步渐小 Richmond Hill独立屋同样如此 8月的基准价格为186.6万 7月为188.7万 6月是195万 5月为209万 也同样说明一样的趋势 Town House或者是Semi的均价呢 Markcom 8月的基准价格为123万 7月份为125.5万 6月130万 5月则为138.8万 Richmond Hill 8月为119.8万 7月121 6月125 5月134.1 很多华人买家对环境 社区学区和朝向都有着特定的要求 这样子大家都喜欢的房子呢 成交价格自然是不低的 据两个我和搭档最近卖出的房子 这个长得非常像Town House的半独立屋 位于Markcom的Birdsday社区 室内面积为1700余尺 没有做过升级 二楼市地毯 地下室也没有装修 offer当天呢我们吸引了12个offer进行一个竞价 最后以145万的价格买出 这个价格甚至上了某些华人媒体的头条 另一个例子来说 Richmond Hill Roochwoods社区2005年建成的半独立屋 我们同样卖出了144.5万的高价 很多人看到价格以后并不理解 其实我们在做细分市场分析的时候 就会发现市场当中不错的房子 真是少之又少 这两个房源的成交 一方面呢是对我们卖房能力的肯定 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在佐证的 在市场下行的今天 买家的活跃程度 远远比数据和媒体想象的好 说完了Benchmark Press 我们再来看一下均价 8月份的均价 所有地区所有房型呢是107万9500 7月呢是107万4954 均价呢是涨幅了5000加币左右 虽然说涨幅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也是首次加息来的首次上涨 9月份加息以后 市场的活跃程度和价格一切都是未知的 但是我的预判来看的话 9月的加息以后 均价可能还是会遗留一定的下调 但是不会暴跌 如果今天真的是加息了0.75或者是1% 那么很多买家的贷款 其实也会触发trigger rates 但是trigger rates的触发 不一定会影响大家每月的月供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trigger rates的原理 计算公式和影响 请参考右方的视频 那市场的下降速度放缓 局部体现了抢offer的情况 好房子又是少之又少 现在的买家适合入市吗 那除了刚需的买家 投资者的买家 还有哪些地区哪些房型值的投资者 慎重考虑呢 那没错 还是我一直在推荐的Downtown Condo 现在市中心的价格 C01去8月份的均价仅为78.8万 这个数据呢 其实已经直接调回到了2019年10月左右的均价 但是租金的价格其实在一直的攀升 有趣的是Months of Inventory月销库存 4月当中一路攀升达到7月的3.7个月后 8月下调到了2.4个月 这个微妙的变化 是否已经说明很多投资者已经在悄悄入市呢 华人朋友钟爱的C07 C14 C15区的北约客区同样如此 月销库存开始下降 而且幅度还很大 况且现在买房呢 是可以不用那么着急 还可以加一些条件 在去年这个时候 薛人当卖家经济的时候是很开心的 但是当买家经济的时候是极其痛苦的 看好的房子隔天就会被卖出 买房的时候还不能加宴房条件 或者说的是贷款条件 甚是痛苦 在这里呢 我并不是要宣扬 也不想要预测 本来买房和买卖也是一个大事 买到合适的房子才是一个真理 以上的内容基本为实时性的一个数据 相信聪明的您会有自己的判断 好了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市场报告再见